8月23日下午,张行义微博晒臂超长,宣布怀孕,当天也正好是圆红36岁生日,可谓双喜临门,圈内人员一向不错的夫妻俩,立即迎来了一条人的祝福,华晨与喜提舅舅,瞬间尝一杯啊,大秘密可爱的送上了双份祝福。 圆红和张行义作为娱乐圈知名度颇高的夫妻档,一直甜蜜有佳,张行义参加摆脱了冰箱,也一五一时,地分享了她和圆红的点点滴滴,两人是因为一连牌了两部戏而日久生情,一步是解救公主,另一步是穿越谜团,当时的张行义刚刚结束上一段感情,对于圆红的心思不是不知道,但是觉得自己是离过婚的女人。 配不上圆红那么好的小伙儿,接下来的四个月,因为录制真正男子汉,圆红消失得无影无踪,张行义觉得她一定早就把自己给忘记了。 谁只有一天圆红突然背着个包,借着张行义家找她,并且做了一顿大餐,你看相爱的人迟早都会在一起。 2015年5月20日,飞逐雷派的二人一同牵手进出公寓,两天后,二人公开恋情,一年之后两人在德国举行了浪漫的婚礼。 关于婚礼的细节,张行义也分享过,因为圆红不吃香菜,半年到的时候,给了她一把香菜让她吃。 张行义也想趁机考验她一下,结果圆红痛快,得把那把香菜都吃干净了,阿妹也不吃香菜。 真心表示除非拿把刀架我脖子上,否则我真也不下去,所以真爱无疑啊,和紧问二姐当时什么感受。 张行义直呼,就想给她生孩子,不过他们的孩子来得不太容易了,怀孕的传闻持续了快三年。 最早一次传闻来的时候,他们俩还没有结婚,是在2016年3月份,两人一起参加张行义闺蜜日益的婚礼。 由于二姐身着宽松的上衣,并且拿着个外套一直打肚子,有网友怀疑当时已经怀孕,更有网友爆料趁在北京私立医院产检偶遇张行义,随后被张行义经纪人否认,没有怀孕了,谢谢关心。 然后是去年年初,袁红上传艺术和媳妇看球的照片。 照片中,张行义素颜出镜,衣着宽松,小腹微凸,网友纷纷表示看样子是有喜了。 袁红发布第二天一早,二姐发了一条更加可疑的微博,趁如果将来有个旅额,怎么也得世界各样起啊。 让本就存疑的网友更加确认这次是真的怀孕了。 后来某媒体记者向张行义工作人员求证,工作人员否认怀孕消息,趁可能只是美冯家结胖三斤吧。 最近一次再传怀孕是今年的一月份,当时夫妻俩一起录制胡谈卫视的综艺节目,蒙仔蒙蒙柴,张行义独自到肯尼上医院,医生表示小朋友没什么大碍, 而张行义因为连日的劳累导致咽喉咽越来越严重,也顺带让医生对她进行了检查。 当医生打算开钥匙,张行义问医生是否会对妊娠有影响,医生还很惊讶地询问张行义, 你现在,当时张行义点头回答对,大家,紫紫以为这次一定是真的欢尚了。 没想到四个月后,张行义在微博PO出一张照片,小副平坦,双手倒立,难度颇高。 如果真的怀孕四个月,绝对不能做如此高难度的动作,肚子也不至于这么平,闯门再次破灭。 直到六月份,有网友趁在社区偶遇张行义办理母子健康症,以着也是万宽松,又再次引起大家猜想。 莫不这次是真的怀孕了,七月份又有网友在某医院偶遇了张行义和袁洪夫妇两人,真的是神奇的无处不偶遇的网友啊。 这次被拍到的照片中,张行义身穿牛仔连衣裙,明显看出腹部位置,已经有了微微凸起,戴着眼睛和口罩的她还真是,不太容易被认出来。 奈何身边的袁洪标志性太强,去起来的大胡子也太明显了吧。 紧接着8月20号,又有媒体曝光了袁洪陪同张行义一起出门的照片。 从照片上看,张行义明显已经胖了不少,尚未激增,腹部隆起也比较明显。 此次两人外出一起购置了很多婴儿用品,还包括一辆婴儿手推车,袁洪细心的一直牵着张行义的手。 直到23日,小两口终于趁着袁洪生日宣布了喜讯,也让一直关注着的吃瓜群众吃了颗定心丸。 据二姐透露,预产妻在明年年初,真是可喜可贺呢,怀孕的女人是幸福的,也是非常辛苦的。 早期的孕兔,晚期的肚大无罗,不仅行动不方便,甚至还伴随着呼吸困难,不能入睡,自知肿胀,不过古,宇说得好。 好,女子本若,为母则刚,每一位妈妈都值得敬佩和尊重,也让我们点赞,祝福二姐运气顺利。 早日待下小小红吧。 早期的孕兰